再来看为今年1969年6月 美国十强暴动事件 全球各大城市在6月都会有 同志骄傲月的集会游行 而近年更扩大为力挺跨性别族群 LGBTQ加平权这样子的活动 但美国国内2024总统大选 激化了自由左派跟保守右派的价值对立 共和党人一年内推出了 超过500项的歧视性立法 导致跨性别族群医疗跟生活选择的权益 因此线缩 这类的立法更扩及到了忽视族裔歧视 部分保守州的高中历史教材 甚至将减少非裔美国人的部分 美国总统拜登夫妻参加了白宫的 骄傲月活动 食言减少歧视 并且力挺性别平权 从华府白宫草坪到洛杉矶好莱坞大道 象征性别平权运动的同志骄傲月活动 在美国与全球各大城市同步展开 除了纪念美国1969年6月的石墙暴动事件 也是非异性恋情侣们能够自在做自己的游行机会 但这只是一部分的美国 另一部分的美国人正努力让下一代 不要看到与接触到这些性别平权活动 随着2024大选逼近 全美各地的共和党员提出至少525项法案草案 抵制跨性别者的权利 仿佛生理与心理性别不同就是最大恶极 2023年4月底 佛州颁布不说同性恋经令 规定性教育教材由家长决定 禁止公立幼稚园到小学各年级 讲授性倾向和性别认同教材 否则老师可能被吊销执照 寒蝉效应当然让非异性恋学生感到不受欢迎 另有8周禁止未成年人接受性别转换治疗 以及跨性别女童不准加入女子运动队等等 这名生理性别女性的宾州高中生 想要在学校使用男孩名字 但学区完全禁止她跨性别过程的任何尝试 为了自己的心理性别 她开始面对家长会 校董会上成人们集体的不友善眼光 努力争取 性别认同从青春期开始 保守派眼中非主流性别的少年少女 也从此时开始受到现实考验 做自己的代价持续到成年 美国拉斯维加斯一间大开扇门的诊所 最近就因为临近三个州 通过限制跨性别医疗的法律 收入大减 10年来都是附近跨性别族群 与低收入户的救星 曾来看诊毒瘾患者 在此得到免费照顾 借饮后翻转人生成为医疗助理 但应临近各州烦LGBTQ的新法令 保险公司不再给付许多患者的费用 诊所在四月被迫半歇业 当对某个族群的抵制变成法律 或是歧视行为遭到默认 对族群间的撕裂几乎是文化战争 这位16岁的田纳西州非裔高中女生说 时至今日歧视依然无所不在 无关性向只因为他是非裔 白人同学就会在他捡起地上纸屑时 说出奇怪的话 抗议无效 性贫与种族间的歧视 教育当局都未处理 甚至计划立法 禁止公立学校老师 教授某些种族与种族主义概念 当我听到他们在禁止了 非洲的歧视 我听到他们在禁止了LGBTQ 我好像开始哭 因为它肯定是感情的 因为我们不跟别人做什么 为什么他们在意义 我们自己喜欢的 或我们看的 白人至上 异性恋才是道德正确 当美国保守派政客炒热 这类价值观 受伤的都是人民 美国总统拜登出席 白宫草坪的骄傲月活动 表达力挺跨性别族群的决心 同志仍需努力 拜登并计划通过更多 性别平等与跨性别保障法案 2024美国大选 是否要让各种歧视性立法继续蔓延 考验选民们价值观的选择 TVBS新闻综合报道